你好 欢迎收看大爱新闻 新闻开始来 关心高温炎热要流域身体状况 彰化就接连发生了中暑昏迷的意外 先是一名住在铁皮屋内的弱智男子 体温飙到41.8度 江湖病房10天的抢救挽回一命 而前天又有一名女警官 在大太阳下跑步中暑倒地 到现在还没有脱离行径 保四总队3000公尺常规测验 严姓女警官跑了三分之一 大约一公里时突然昏倒 当时在旁戒备的救护车 立即将她送医急救 虽然恢复心跳还没有脱离险境 当天的天后气温是33.1度 那相对湿度是64% 那她这个数值换算起来 是她的指数是39.5 超过40就不能跑步 那当天31号的时候是39.5 是符合数值以内 疑似中暑昏倒的这名女警官 已经连续五年 有十次相同测验都正常 这次发生意外 对不同人都觉得震惊 一起急气为她祝福 现在台湾的天气真的是很可怕 连日高温不只在户外 室内也可能中暑 彰化一名38岁阳性男子 智能障碍不良于行 由大姐照顾 铁皮夹盖的房子没有冷气 阳性男子中暑 送医时昏迷指数 低到只有三分 这时候意识不清 而且体温高达41.8度 我们评估她有中暑 立刻帮她降温 持续给予冰镇过的 生理时间水3000cc之后 在一个小时之内 体温降到39.7度 实际到铁皮屋里面测试 一下子就满头大汗 高温炎热天气 务必注意通风散热 多喝水 否则当身体体温超过40.5度 影响中枢神经 可能危及生命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导 午后对流云系 发展旺盛高雄中午降下 强降雨 在古山区的万寿桥下 出现了滚滚黄水 不断地从边坡冲刷下来 泥水冲进了马路 还有附近的名家 高雄寿山万寿桥下 滚滚泥流 沿着边坡不断宣泄 泥水还流到马路上 冲进旁边的民宅内 地板上满是泥水 屋主只能拿着毛巾吸水 家具也泡汤 原来高雄中午一阵强阵雨 万寿桥下正在施工的 疏洪沟水势暴涨 在施工的时候 它那边有一个施工变道 它可能水量突然太大 它就本来跑到河道的部分 就跑到施工变道这边出来 去年823好雨就造成 万寿桥边坡崩塌 这回雨水太大又夹带泥沙 才会冲进马路 还好约半小时水就退了 水利局也立即清理路面 恢复周边交通 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不要轻信网路流传 说喝冰水还有冲冷水澡 可以帮助减重 另外还有一派说法认为 这样反而会先消耗葡萄糖 让身体更容易感到饥饿 越吃越胖 营养师就澄清 这些说法都过于夸大 喝冰水还有冲冷水澡 冲其量只能促进 新陈代谢 冰块加满 大口喝下冰水 或是冲冷水澡 原因夏日想方设法消暑 网路更流传 这些行为还能帮助减重 营养师澄清 人是恒温动物 接触到较冷的东西 会受到刺激 产生能量 确实能促进身体代谢 但因此减重 没这么容易 我们一定有听过说 运动可能要到20-30分钟 你才会消耗到脂肪 可是我们的洗冷水澡 或是喝冰水的话 你不会一直持续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并没有办法达到减肥的功效 消耗脂肪得先经过葡萄糖 以及甘糖两道关卡 至于说消耗完葡萄糖 会产生饥饿感更容易胖 就跟谣传减重效果一样 都是夸大 但营养师建议 想减重倒是可以多喝水 为身体打好基础 促进身体的循环 然后肠道的一个就是蠕动 肾脏其实它也是需要水 这个东西去代谢 所以你当你水量很足够的时候 你可以把一些废物 带出身体外面 所以水量和足够是很重要 水量足够了 再来搭配运动习惯 均衡饮食 才是正确减重方法 千万别物性偏方 打影新闻 杨韵瓷 李明华 台北报导 晚间的最新消息 就在刚刚9点53分左右 在花莲封冰箱 发生规模4.5的地震 深度6.6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花莲最大震度4级 整理下各地最大震度 花莲水莲西林有4级震度 花莲市和岩辽有2级 另外呢 有赶震度达到2级的地区 有南投澳万大 国际也传出了地震 在印尼苏门达腊岛外海 今天当地时间晚间7点 发生规模6.9的强震 印尼政府发布了海啸警报 这起强震 正央位在直落雾洞市 南方大约227公里处 深度52.8公里 属于浅层地震 引发海啸警报 印尼政府呼吁部分沿海地区居民撤离 首都雅加达也感到剧烈摇晃 目前没有传出灾损或者伤亡消息 好 接下来60秒带您一览天下市 泰国东南亚国协外长会议 今天传出发生三起爆炸事件 造成4人受伤 两起在曼谷市中心 另一起在政府办公室附近 泰国总理下令展开调查 印尼苏门达拉岛以及婆罗州岛 由于农民习惯果根 快速整地来种植棕榈树和植江原木 引发数百起的灵火 超过3万公岁离地复之一具 印尼政府宣布6个省份进入紧急状态 6000人投入救灾 俄罗斯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地区 好几百处灵火场 野火烧不停 超过300万公顷将近一个台湾的灵地 复之一具 总统普廷下令军方动员协助灭火 日韩的贸易战再度升温 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 通过新版出口贸易管理令 将南韩踢出安全和贸易有限的白名单 日本出口到南韩的品项 势必受到严格管制 而出口手续会更加的复杂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脸色铁青 参加记者会 因为日韩贸易战越演越烈 南韩从白名单除名之后 日本出口到南韩的品项 势必受到严格管制 南韩则是以牙还牙反制日本 同一天宣布将日本 踢出信任伙伴名单 南韩总统文在寅 除了日韩元首隔空交火 党国外交部长在曼谷的东协峰会上 针锋相对 日本的必要和实际的观看法 日韩在峰会摊牌最后没能达成共识 不欢而散 举着反对安倍的标语 高喊口号 贸易战延烧 南韩反日情绪日益高涨 连锁超市 Primar不计成本 也要拒卖日本商品 南韩也考虑终止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显示日韩对立将从贸易战延烧到军事合作 答案新闻中部先编译 关系也相当紧张的美中贸易 新一轮的谈判为国川普又出手了 要再对中国大陆3000亿美元商品 加征10%的关税 为了避免北京当局以拖待变 川普施压北京 促使贸易协商要尽快完成 美中贸易在上海新一轮谈判没有结果 眼看9月要遗失华府再战 美国总统川普先发制人 推文威胁 9月1号开始 要再对中国大陆3000亿商品 加征10%关税 美国股市应声大跌 纽约道琼工业指数重挫400点 这次宣布的内容 不包含已经加征25%关税的2500亿美元商品 外界担心引来中方惩罚性报复 原本看似缓和的贸易战火突然急剧升温 事实上每次双方谈判前都会营造友好气氛 但最后无疾而终 而最后反作用力也会回到美国民众身上 为了避免北京当局依托待变 川普希望透过全面加征关税施压北京 也是他迈向连任之路的一大筹码 大约旅方编译 地中海今年最严重的船难 大约150人下落不明 恐怕早已命丧大海 最近这阵子陆续有罹难者的遗体 飘到利比亚北部海滩上 人道组织希望能够尽份力 好好送他们最后一程 一阵阵浪潮排打沿岸 利比亚北部一处沙滩上 工作人员拿着黑色尸袋 把一具具遗体装进去 7月底两艘满载着 大约300位非洲难民的船只 在利比亚外海翻覆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 将近一半的人获救 还有大概150人失踪 恐怕全都命丧大海 这是地中海今年 最严重一起悲剧 现在利比亚北部沙滩上 不时会发现一些遗体 随着浪潮飘到沙滩上 让人唏嘘不已 追求更好生活 有人不幸罹难 有人幸运获救 一艘德国非政府组织 海洋只眼的救援船 最近在利比亚水域 营救了40位难民 其中包括一位孕妇 以及三位小朋友 船只开到距离意大利 拉姆培杜萨岛非常近的海域 却没办法靠岸 目前和意大利政府的谈判 正在展开 德国政府也表示 愿意接收这批难民 但前提是 意大利必须让他们进入 海洋支援组织表示 希望谈判很快会有结果 因为有太多需要拯救的人 等待只会浪费时间 恐怕会让更多难民 用生命付出代价 大利新闻女方编译 这趟同样也关心难民 此际约旦疫诊团 请往约旦展开疫诊发放 在经过五天的看诊 完成了包括牙科 内科 中医 还有眼科 总共2517人次的 诊疗服务 而今天志工们 透过歌声感恩彼此的付出 透过歌声慈旦之工 彼此鼓励希望 连续五天的疫诊服务 不站在沙漠环境 高达40度的气温中 完成各个科别的看诊 也利用中医针灸推拿 为当地民众疏解病痛 这次疫诊也是约旦分会 正式成立后的 第一场大型疫诊 更见证分事务所的挂牌 相当难得 慈旧之工官怀平若 都是一份将心比心 在中国大陆的山东临沿 寒冬送难前的初刊访市 有的志工在之前 就已经跟慈旧绝缘了 而在这次访绝当中 也以同理心关怀 咱们自己访绝不是称为探亲吗 当然来探亲 当然要特别的高兴 其实做自己这么久了 也不管它是炎炎的夏日 还是寒冷的冬天 现在感觉就真的 就是自己的本分事 在雨中 在艳阳下 慈旧之工都是一样的心情 糖尿病让57岁的张玉香丧失一言势力 老伴过世 女儿嫁人后独自生活 种种不方便 志工用心疼惜 因为我也是从贫苦中走出来的 真的能看到有人关爱他们 人在无助的时候 有一双温暖的手 能把它从苦难中拔出来 大陆山东临沿举南县 志工们逐后走访 独居或隔代教养家庭 黄背心身影也包含他 内科医师赵子时 我接触刺激也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吧 在任何医院接触到刺激这个文化 因为想把这个 也感受到了这个刺激的大爱 也想作为一个大爱的传播者 然后传递给身边的人 也感受到这个温暖 入人群里才能懂得生活 也能力量一下自己 知道自己有无限的可能 大山大水里的小人物历经沧桑 志工登门拜访 带来盛夏的一股清凉 也预告冬季的暖流流淌 待新闻这上面志工张新宇 郑元华 刘潘 山东报道 镜头回到台湾 关怀长者 辞济在吉安乡盛安活动中心的 社区据点正式接牌 提供更完善的长照服务 而适逢吉桑月 志工也办起了祈福会 慈祭在吉安乡盛安活动中心 启用在花莲第38个社区据点 照护长者的圣心灵 还有这些在台上跳舞的长者 平均年龄70岁 因为究竟就能报名社区五道班 能够保持健康活力 圣安据点在市营运期间 平时大约50位长者参与 将持续努力 真正达到社区在地安老的目标 实际给我们的照顾 真的非常的感恩 因为实际进入的健康站之后 我们有心灵上的启迪 我们有这样子一个上人的 这样的一个关怀 启用当日 伴入七月吉祥月 在充满祝福的氛围下 也借此办起祈福会 带动长者一起学习 期待乐龄生活更有意义 大约新闻真善美之宫 潘行宗省淑女花莲报道 高雄气暴五年了 当时造成七名紧易消死亡 二十二名紧易消受伤 而在最前线的救灾人员也受灾 面临的心理压力更大 有人展开了游学的生活 有人在三年前回到工作岗位 都努力要回归正常生活 一系为成 该是救人的警销单位 那一晚也带救 这玻璃都整个是炸破的 那个沙窗都被炸被掉 建筑被炸坏 消防车也被石块淹没 受灾的消防人员 任务还是得出 那时候那一块 角落那一块 就是我们做一个临时 调度救灾救车辆的出口 时间久了 然后就也就试过进前 有时候就靠 当然也靠自己本身 也靠我们这些 外面这些三星人士 来帮我们做一些心理智商 听过高雄气爆 消防附中队长于太运 三年前重返工作岗位 那你贵现在做装备保养的人 装备有检查一下器材 不好装 因为手的角度上 它是有差 就是当时烧到的情形 连换个头灯电池都有困难 因为直皮 双手有深浅色差 但他仍不忘初衷 原来的工作就是在 就在这个区块 那我们尽可能在客户 在心理上 在心理上的一个层次 能够去客户 出生入死 他更注重同仁出勤安全 命是捡回来了 但心呢 已经受伤了 那没办法去玩了 说你再怎么去怨 其实我觉得都 应该都要放下了 那我是 其实我也是蛮感激 现发生的 但是还蛮感激 虽然是在市政务这边 在里长务这边 在花园这边 能够这样的一致地协助我们 试图回归正常生活的 还有前消防替代一男 陈楚瑞 到英国游学 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度过 我觉得 我觉得聊程都还是在走 但就是心态上是 还有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觉得说 回来就 以前要开刀会心情难过 可是现在就是当功课 就是要做 在国外容易忘记自己曾受伤 更没人用眼神提醒过他 我觉得我不应该就是一直在 就是说自己多 那个时候多难过多痛苦 因为慢慢地 慢慢地我也会忘记那个 我觉得我一定要创造一个高点 一个自己人生的目标 说服自己说我是个有能力的人 而不是因为依靠着受伤这件事情 而站在这个台上 一堆镜头 相机都在客厅 花了好几年开始从人生谷底爬出 内心的声音也颠覆想象 他们要像一只浴火凤凰 再度展翅高飞 而在十年前的莫拉克风灾 许多家破人亡 小林村甚至传出了灭村的噩耗 没有忘记村里的美好回忆 还有儿时的点滴 后代青年出版成书 小林村造梦中是魂牵梦影 而且那好像是 我想去做重建的很重要的事情 十年了 爸爸风灾覆灭高雄小林村 心灵重建依然煎熬 在踏上那个原址 然后去找寻说原本 属于我们家的地方 大概在哪里 那种心酸 我不晓得有多少个人能够体会 当时嫁到小林村二十年 富家没了 但村民淳朴的性格 已经生老生命理 走过十周年 村落点滴记录成书 不能被遗忘的美好村落 给我的回忆是 很淳朴 然后村民非常的好 也很单纯 小林村很穷 连路都没有 可是他们好团结 好和善 像德长 他可以收留我爸爸 一个外省的少年 少年流浪到小林村 被收留了三年 吃了三年白饭 你很难想象 非亲非故 一个拼捕储大哥 愿意这样去照顾我的爸爸 仅存的小林村青壮年 因为到外讨生活得以幸存 传扬老一辈生活态度和精神 成了地生使命 大一期文 小智杰 许英豪 台北部导 匈牙利当局 从非法动物园中 接收了九只 来自马戏团的狮子 包括两只刚出生的狮宝宝 将转移到 立处照顾中心 新闻最后 带您一起来关心 同时感谢您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